今天去一趟Dollarama 也有人叫它一元店 就是说好多东西就在一块钱 其实也不是了 也有的东西是大多数我看到就是什么一块两毛五啊 一块七毛五甚至是两块钱 在大一点也有三块四块的 但总的来说这边的买的这边的物价 跟任何其他店比都是最便宜的 好了到了进去看看他们都买些啥 我每次到这来必买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种粘毛的管子 因为我们家家里有猫 每天要钓好多的毛 同样的东西在其他的店买可能要四五块 在这买是两块五 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小孩的玩意儿 所以孩子们也最喜欢来这个店 看看都买了啥铅笔 还有几个孩子们上学用的这个夹子 两个胶条 两个粘毛用的这种滚子 一块刷碗布 两个胶水 两个画笔 还有这种笔 一个电池 两个剪子 总共是 七十四块六毛一 这些东西如果去其他的店买 可能要一百或者一百多一点 如果专门去那种卖文具的店买 可能还要贵 所以买什么东西去什么地儿 去对了 可以节省好多钱